身穿皮衣戴上墨镜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坐上重机模样好帅气 市场新北市在地建设 夜改严肃行程安排 帮自家立委参选人站台 沉密过去 每一个新庄地区的公共建设 因为他是在地选区的议员 他都有权利的投入 大打正机牌争取选民支持 毕竟国民党现在可是腹背受敌 扛不住民意压力的 国民党不分区名单酝酿更新调整 身为终身代代表的朱立伦 其实有话要说 中央愿意听进社会的声音 做一些改变 这绝对是好事情 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国民党要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 要给未来的县市长 或国会的战将多一点机会 我是希望说 吴主席有体会到外面的这个 意见 今天中央会以后能端出一个 让人满意的名单 如今传出党主席吴敦毅 可能排名第十四 调动到安全名单边缘 甚至不排除退出名单 就是要为不分区争议灭火之血 吴主席愿意顺应民意 这是好事 没有任何人可以为自己打算 张善政都出来呼吁说 国民党的选民其实可以分裂投票 我想这个对吴敦毅来讲 当然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在今天要召开 这样一个临时中常会的状况 我认为整个的名单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囤结一战才有翻盘机会 国民党也要先搞定这难解的 不分区名单 避免茶壶里的风暴越演越烈 欢迎新闻 宋俊玉 徐国豪 新北报道